你說友邦買八十多元嗎? 友邦近來都是 八十五元沒有了近期的頂 因為我也是形容 友邦是半隻內險股 你見到近來內險都是差 所以都被他拖了下來 所以近來 我想你看著八十元的位置 能不能上得上 如果你說能上得上的 可以撞望高一點 否則可能你會上回八十元的話 可能要先減一減 當作指示 先炒住波幅 他的好處是 他有買回的 但也要撐一撐的價格 但近來走勢都是差一點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八十元買是做短炒 應該自虧了